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多单的部分维持在3000多口 不算是太多 而在加全指数部分 持续维持在9500点 这个关卡附近来回的震荡 要怎么来进一步解读呢 因为最近会发现说 很多的个股好像落落的 都是打落水狗的感觉 越打越深 已经是达到跌停板 可是今天很奇怪 在盘面上 这个金融啊金控啊在涨 之前跌神的宏达电 今天也在涨 到底要怎么来解读 我们赶快要请到 华信头顾的曾分析师张大文 大文哥你好 叶华好 全国亲爱的三立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大文哥 这很多投资人会觉得 手上的股票怎么好像 爆很久的不涨 不涨就算了还往下掉 是不是真的抓错了趋势 可是明明在大盘的部分 还在9500啊 怎么会这样子 在各国的部分 怎么讲我 所以近期的盘是 我们从7月1号 节目开播也来 我们已经一再强调 现阶段绝对是 我想真的 绝对是我30年来看过进入最高难度的操作的一个境界 为什么 因为台股 目前像到今天台股还在涨 还在9500 所以我想我们从7月1号开播 我们一再强调台股今年多投格局 我完全不反对 我举双手赞成 但是我从半个月前已经警告全国投资人 现阶段 百分之八十的股票 你要特别注意 我们一旦用温水煮青蛙 我说你搞错方向 很多投资人 温水煮青蛙的下场 最后就是煮熟了 煮到死了 其实这半个月 这一个月很多散户投资朋友 买股票已经 坦白讲已经 你如果用融资的话 你已经血本无归了 对 你赔掉四成 你敢相信吗 那首先 恭喜我们全国投资朋友了 那我们这一路以来 请大家一路做多的 不论是世纪物联网 以及面板族群 面板族群 今天还在涨停 还在创波段的新高 但是这一路以来 我们请大家全力向下 避险放空操作的 建策 自贯 光这两党股票就好了 看看多精彩 建策从135 上礼拜跌到100 很多投资者问我说 张老师 100守不守得住 我说趋势向下 你不要预设立场 今天建策 还跌停板 94块多 对 不到一个月建策 跌了快40块了 你说是不是要出人命 所以盘氏真的很险恶 自贯一样 从126块 今天跌到92块 一样重挫30多块 都是跌起来 真是很可怕的 好 其实我们一再强调 主力筹码的结构 十分十分十分的重要 全国投资者 今天买股票 主力筹码的结构 你如果看不懂 你怎么跟人家玩呢 你每天看到外资说 上看一万五 你就放鞭炮了 怎么买怎么赔 主力筹码结构 我说主力筹码进货发动 转多 当然股价是大涨 当然大涨 但是主力筹码结构 一旦出货到货 那股价是要大跌 甚至讲不客气是要崩盘的 所以为什么这半个多月 我们一再强调 尤其半个月前 我们看到这篇报道 坦白讲当时 我的内心十分的沉重 我想我们在节目中 也一再用强调了 我说外资喊一万五 我们一再强调 这个话很毒啊 很多散户一看到这个话 一算现在九千多 一万五还有六千点 拼了 权力重压做多 问题你买什么股票 你买到如果是主力出货的股票 这半个月你已经知道了 同时半个月前我已经警告了 我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股票 筹码结构有问题 当然不见得全部转空 不见得全面是像建策 自贯这么的惨烈 但是有的最起码筹码松动 唯一目前还在多头 多方结构的 我想我半个月前讲得很清楚 剩下不到百分之二十 我想这个话 可能很多人半个月前 还没办法接受 还不相信 为什么 因为今天行情还在九千五啊 我给大家亲眼见证 张大文讲的话 半个月前讲的话 大家自己亲眼见证 这是7月11号 上个礼拜五的工商时报 请大家好好的看看这两篇新闻 第一篇 细品的外资大股东 变现大卖一百三十五亿 再来这句话好好的看一看 初清持股 这是台股史上第二大的巨额卖超 第二大 好你说哎呀张老师 那外资卖他不认同台湾啊 对不对 好 外资卖 我再给你看看这一位 老板 这一位可不是外资吧 这一位大家都认识吧 广达林百里 广达的董市长 六月份大卖求限二十六亿 你现在恍然大悟了 为什么张老师从半个月前一再一再警告你 台股多头结构我不反对了 你说一万五五万一我都没有意见了 但问题你买的股票 你买的股票到底是我讲的那百分之二十主力筹码 结构还在多方的股票呢 还是那百分之八十主力筹码松动的 你要特别小心 好我想我们一再的跟大家提出叮咛 不外乎就希望投资朋友 你看我们的节目 有看有保比啊 对不对 不要说看我们的节目搞不清方向 我们一再讲掉股票市场到底多头进货 对不对 股价会大涨 还是空头出货 转入空头的结构 这个你绝对你要弄清楚 但是我可以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弄不清楚 为什么 筹码结构不是那么容易 我想说很多分析 很多技术分析 学一学 很多人学个几年 也来当老师啊 那个基本分析 看看财务报表 但是筹码结构 我讲没有二三十年 你搞不清楚的 当大门当大门 我已经奉献在金鸿事业三十年了 我看得懂 我就必须跟你讲真话 对不对 我们看得懂 有缘看我的节目 这一路不论是面板光学 今天全面蓄喷掌停 大盘今天 小涨二十多点 我们告诉你的面板族群 还在涨停 还在创新高 但是我们告诉你放空的建策自观 今天居然还在跌停板 还在破跌 你就知道张大门讲的话是有道理的 我们不是跟你乱射飞镖 我们不是乱七八糟 做多全面做多 多空要有所分别 主力筹码的结构就是这么的重要 所以这一套功夫 为什么这么重要 为什么投资人你要认真的来学 主力筹码结构十分重要 好那我们对不对 半个月前外资讲我们已经警告你了 大家亲眼看到了 连零百里六个月份都在干什么 都在落跑 所以股票市场 我们常常讲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你不要说外资上看一万五 我就闷着头乱买 那你傻傻 我一再讲对不对 这个布跟贝尔 牛跟熊做多做空 都能够赚钱 只有匹吉诸头 对不对 人家大股东都在到货了 大股东都在到货了 外资大股东 本土大股东 都在六月份很不客气的在到货 那你还不能不提防吗 你当然要小心啊 好了 这个筹码结构十分重要 那这个我特别前两个礼拜 用Costellini的名言啊 他讲投资朋友 股市中犯下最不可原谅的错误 是什么呢 你让你的亏损 不断不断不断的扩大 你让你的亏损不断扩大 你就是怎样 伤害自己的财富 对不起自己嘛 是不是 你看看我们从135块 告诉你空头结构的建策 投资朋友 这能开玩笑吗 当时你怎么看 你怎么想不会跌啊 为什么 台股上看一万五啊 来 全国投资朋友 上礼拜杀到一百 很多投资人问 张老师啊 一百会不会破 你说会不会破 今天台股还在涨 来 全国投资人 建策一百会不会破 你告诉我 不仅破 还跌停 还锁死 你怎么办 你从一百三十多 一路爆 一路爆 甚至一路加码 一路摊平 你说说看 到今天 十张就差了四十万 二十张就一八十万啊 投资人员 这是要出人命的 所以张大文从半个月前 警告你 你今天恍然大悟 是吧 自贯一样一百二十六块 警告你空头出货 你怎么看 你都不认为它会跌啊 今天呢 全国投资人 已经崩到哪里了 九字头了 再不小心来到八字头 你怎么办 你不很痛苦吗 这两张股票 短短不到一个月 重挫都高达三四成 好 那我讲过 大波段的获利 你不仅从基本面掌握商机 筹码面 主力筹码进货 对不对 那这一路跟大家报告的 什么面板 今年面板大转机 我们跟大家报告的群创 不仅是一个标准的底部 主力筹码进货的结构 甚至告诉你 净值二十一块 那今年 对不对 4K2K 七月份面板 大尺寸面板也好 NB用的面板也好 显示器用的面板也好 七月份的报价 全面涨价 那4K2K 也传出严重缺货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 今年掌握到 整个大尺寸面板的商机 那群创今年 很肯定的第二季 毛利率还要成长 今年的获利不成问题 本来预估小赚 先来预估 可以有不错的获利 那它的净值二十一块 那请你告诉我 一家上市公司 净值二十一块 公司不赔钱 那为什么距离净值那么远 当然不合请你 再来 这个七月份 群创怎样 也推出了8.5亿股的 这个现金的认购 那一家公司 没有对未来营业 获利有大幅度的把握 他怎么敢随便的现金 这个认购啊 谁要认啊 赔钱谁要认 当然这个节股业 对不对 郭董肯定是有实诚的把握 而且认购8.5亿股 是高达一百多亿 当然他这个地方 未来的营收获利 好消息会不断的放出来 所以不论是现金政治的 这个利多题材 净值二十一块 第二季营收获利的成长 大家可以看 一口气涨三成多 大家看这段时间 我们叫你空的建策自贯 重挫三四成 请你做多的面板群创 大涨三成 你就恍然大悟 我们华尔街大师节目 你要认真的看啊 不能开玩笑 那上礼拜群创 台股大跌 群创拉回 我们说拉回你要加码 拉回还是要加码 你看我们上礼拜 7月10号 群创股价拉回14块半 上下0.5元 一切拉回站在买方 上礼拜最低还打到14块半 今天群创果然 不好意思再度上攻 对不对 我们请你锁定的面板族群 今天再攻 那友达更精彩了 也一路告诉你 李坤耀绝对咽不下这口气的 就你群创长 我李坤耀怎样 对不对 我也是当年的老虎 好 13块6 今天呢 不仅创新高 更可爱的是怎么样 掌庭再创新高 今天友达再创新高 所以面板族群 今天全面再攻 全面涨停 再创新高 那再来 跟大家报告 OGS触控面板的商机 那这一块 当然 就是我们请大家锁定的什么 盛华 盛华 公司已经连续亏损 尤其去年亏损高达100多亿 很可怜 那当然 它本来以前是苹果主要的供应链 但是呢 我讲过苹果怎样 从iPhone5 它舍弃了 所谓的台湾的这种 OGS触控面板的技术 它采用了这个日本跟韩国的Incel 但是这一两年下来 结果Incel的技术呢 它的厚度 1.9到2.5mm 跟盛华的OGS 一样 厚度也并没有 都是一样的薄 透光率也都是90% 但是反而Incel呢 它的因为触控模组 它要电镀到这个面板里面 显示面板里面 它里面会触控IC 杂讯会很多 干扰很多 尺寸不容易做大 所以iPhone就在这个地方吃了亏了 它也发现到OGS的好处 它只要把这个感测 触控感测 它只要把它电镀到所谓的 Covered Glass 保护玻璃 那跟面板 这个不会说因为 触控IC出问题 整个面板包废 所以它良率可以提高 所以盛华在这两年 OGS触控面板 它已经各方面的优点 甚至还超过Incel 所以这一次盛华积极地成为 大陆现在最当红的小米机 所以小米去年出货 一千多万只 明年上看一亿只 那现在盛华 它的OGS 就是小米最主要的供应商 而且会让它今年转亏为盈 在这样的题材之下 当然我们推荐之后 涨停 今天仍然持续上攻 持续上攻 再来 我相信指数操作 我这个地方一再强调 台子短线就是高档的震荡 你也不要过分地看空 也不要过分地看多 高档震荡 掌握转折 有多有空 你操作没有烦恼 那我们的Keyes程式 大家看7月10号 9472翻多之后 一片红大涨90点 7月11号找盘 9562翻空 当天我们9562一早 9555上下5点 请你避险放空操作 空下来就是100多点 一多一空 两趟200点 你不要使多 不要使空 没有意义 好 那今天一早 今天一早我们8点50 请我们投资朋友 9478短多操作 为什么呢 今天一早Keyes程式 一开盘9478 向上再度翻多 结果呢 又拉了50点 所以指数操作 短线 你不要过分看空 不要过分看多 短线就是一个震荡 有多有空 掌握到转折 好不好 那不论是指数 跟股票操作 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 跟上我们专业的脚步 好 所以刚刚听到 比较偏空操作的建策 居管 这一往下跌跌了三成以上 而相较来说的话 我们面板族群 往上涨也是三成多 一来一回就差了60%以上 接下来更多个股 怎么掌握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都什么时代了啊 这家怎么都还没数位升级啊 诶 装了这个世卫吉祥盒之后 你看 可亭变球场 变教室 变股市 变超市 数位基上盒 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基上盒 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华信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 长期布局 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 策略选股 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 专业 诚信 负责 支付专线 022392 3988 科技是引领车坛进化的关键 奥迪A6会聚明日科技 不断突破极限 照亮世人所见 奥迪A6 进化的总和 现在入主 享低岳父 加赠 以示权显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这是世间最极上的新鲜冷藏法 Only Shop 不锈钢保湿科技 间接冷却 不直吹食材 极上藏鲜 我的Shop 我的冰箱 日本原装 便平冰箱 Shop Shop种下感谢季 指定金型 送日本原装新陈器 直到7月30号哦 助理Amy今天搞失踪 只留给我Xperia Z2A 我只好自己搞定咯 记者会影片 马上传 最近的造型 OK 买咖啡还不加糖 助理的工作还真不简单 Amy咧 Amy 助理的心都跑去海滩了 Xperia Z2A 四G全屏旗舰 走入冰雨雪的奇幻世界 感受前所未有的雪国体验 激动乐园让你冰然过夏天 门票限制热门中 欢迎来到华尔街大师 我们刚刚说到在指数部分了 现在有人说怎么操作起来好像感觉没有这么容易哦 毕竟呢 现在的政府好像没有太大 华大宏哥真正来操作起来真的会很难吗 绝对高难度 高难度 我搞了三十年我从半月前我告诉我就警告你们 这个地方你一不小心你就是那只青蛙 被丢到了温水里 讲俗话一点 怎么死的都搞不清楚 明明行情大涨 明明台股今天九千五 但光这半个多月来 你买建策 重挫四十块 你买志冠 重挫三十多块 大赔了三四成啊 所以温水煮青蛙 这个张导文三十年我看太多了 我就已经警告大家 就会发生这个问题 好了那当然现阶段什么股票还能够赚钱 说出来也很简单 你把主流抓到 主流就是我们节目中一再强调 今年面板属群跟光学 再来今天又多了一个主流 多了一个主流 多了一个补障行情的主流 金融股 金融股有兴趣的话这里也可以 做多我也不反对 因为最起码它不会让你赔钱 不会像建策自观这么恐怖 对 狂跌 那崩盘了 好 我们先谈一下指数的操作 指数我们其实 最段时间一再告大家 来的面临九千五 就是一个高档震荡格局 高档震荡你就必须有多有空 你不要一味的死多头死空头 对吧 抱的多单又上又下的 那你赚不到钱 那这个地方用我们的Kiss程式来辅助大家 同时我们的Kiss程式 你看看光上礼拜 九十七二翻多 涨九十点 九五六二翻空 杀一百多点 一多一空两趟两百点 那一般投资人毛病 做多死多头上来也不会卖 下来哇啥都没有了 这个地方你不要坐云霄飞车 对吧 上去爽了一趟昏了半天 下来还在原地 没意思 我们目的要赚钱 所以现阶段你指数掌握到多空转折 对不对 翻多九十点 那Kiss程式翻空 你就跟着向下操作一百多点 这样就两百点了 不是很开心吗 那我们Kiss程式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现在今年也下载 跟Android Google Play也合作 也可以下载到你的手机 这个欢迎大家多使用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程式 好吧 那上礼拜就请你放空 就杀一百多点 今天一早 九十七八翻多 你不要怀疑它 翻多 你就跟着向上操作 又是将近五十点 不无小补 对不对 你这样两天下来 不就两百五十点吗 好 股票迷在强调 这个出货进货 你要搞清楚 你不要傻傻搞不清楚 那一路警告 你像太阳南八百一 这是个空头出货结构 全国特质 自己看看 这是要出人命的 都跌到五字头 那警告你的建策 一百三十五 空头出货 这个是要出人命的 你看看今天九十四了 你怎么办 你不听我的话 你今天不是很痛苦 是不是 那你听我的话 当然很开心 自观一二六 这要出人命的 你看看到今天 还在破底 跌了三十多块 好 那这个益龙殿一样 IC设计也要小心 筹码结构也是属于一个空头 凌乱的结构 那一路也是下杀 大家看看 像IC设计金豪科 今天还在破底 大跌十多块 这都很重 对不对 深科你看看 一百多都套牢 都套得很深 那一路送给大家的群创 果然很争气 对不对 做多 涨三层 上礼拜公开呼吁 拉回还是加码 今天再度上宫 再度上宫 我相信 这个挑战前高 绝对有这样的企图心 好不好 那再来 友达也是一样 多头进货 李坤耀一样 对不对 他怎么会输人呢 输人不输政 你看看今天 哎呀不得了了 不仅涨停 创新高 这就是面板族群 那送给大家的圣华 今年具有大转机的题材 上礼拜也是一根掌停 今天照样还是上宫 表现的也是可圈可点 那再来 光学除了大立光之外 对不对 告诉你混合式的镜头 你要注意这个商机 雅光 三十块送你之后 大涨将近也是三成 拉回还是加码 今天雅光表现的也不错 再度上宫 那错过雅光的这档 六开头的混合镜头商机 那也是一样 近期第一档 主力筹码 有人怎样 有人在这里 偷偷进货 大买特买 赶快跟上 那上礼拜也是很漂亮的 连喷两支涨停 当然短线涨高了 今天这档股票 陷入了一个震荡格局 但是震荡拉回 还是要站在买方 所以股票 刚刚易华问我 那现在股票怎么选 我说很简单 面板族群 光学族群 两大主流抓到 就没有问题了 好不好 那这种格局的股票 拉回来将来 还有机会挑战高点 由于去 它掌握到了 混合式镜头 这个爆发性的 未来商机 而且是台湾 唯二只有两家 它跟雅光 别无第三家 未来这个转机 能不能发酵 都值得我们 持续的一个密切追踪 好 今天有个族群 也值得大家也注意 这个金融 我把它称为 补障行情 那当然了 今年不论是学运以来 这个两万福茂 对金融伤害的很大 所以它到现在都还没动 但是近期开始发动了 那也好传九月份 两岸会有开这个金融会 那金融其实今年上半年的营收 表现都不错 六月营收 哇 你看中售大增了 将近快八成 像这样的格局 对金融股有兴趣的 像中售都值得投资朋友 密切的做一个追踪 好吧 那我想恭喜大家了 放空的建设志观 今天继续重挫 大跌 跌停破底 做多的面板光学 继续喷涨停 这就是我们要的操作的目标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跟上我们的脚步 股票指数不要自己摸索 很痛苦 跟上我们专业的脚步 好 不过大老师 刚刚讲到金融股 这个讲到中售嘛 对不对 不过投资人提到 一般印象中金融股 好像都不太会涨 这是这一波开始发动了 大概要怎么把握呢 我想金融股 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安全港 现在这段也来到九千五了 是 股票动不动 你看林百里也在大卖股票了 对 所以电子股 你真的要提防警觉 细品的外资大股东 大卖股票 所以电子股 现在资金开始转到金融 金融股是一个多头的避风港 比较安全 比较朝这个方面思考 比较正确 好 所以有点就是定存概念 只是这个定存 可能利息比较高一点 不会让你断头 是 好 所以在金融股部分的一个操作 是比较稳健保守的操作 而另外提到了 面板 光学族群 还是可以多加来掌握 这个多头态势 还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好 今天华尔街大事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